这个500块钱一嘎嘎到现在都没长根 有的花友都比我都着急 天天问我老花一你那个500多的怎么样了 你那500多的怎么样了 其实我跟花儿民说 您别急 这个呢是长得算是比较快的一种了 就是相对于他们的一大家族来说 所以说呢 养花是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 好吧 不要太去着急这些事了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静静的去等待它 静静的去等待它 没有别的一点点的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说花儿民那也不要着急 那现在呢 咱们有的话说 我用肥料吧 我用什么生根剂吧 用这吧 用那吧 你就素养就行了 先挡着长出来根 咱们再说 有的话说可以用生根剂吗 是可以用的 那有的话说 你们家不卖生根叶吗 这了那了的吗 这个是出于无奈 一般的话 我个人是不亏认大家用生根叶的 尽量的要植物本身自己 去长 对吧 就像 就像人一样 尽量的别去依赖药物 尽量的像中医一样去调和自己的身体 而咱们养花也是追寻这种一个自由的状态 但是呢 有的花肉想要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 不是不可以用 是可以的 其实这个东西没什么可说的花里胡哨的东西 你像一般就是引左钉酸耐乙酸再加点水羊酸 加点色加点辣的是吧 就是一个生根叶而已 那这个呢 设计就比较银性了 那是有一个儿童锁 大家就可以用力往下一压 拧开 拧开之后呢 它是这种低管状的 像咱们这里边 你目测一下 目测一下 大概有个三十升水 日常的时候 咱们浇花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往里边滴个三两滴 你别太多了 你像花友的这一头 虽然说五百多 你要是真着急 让它长根的话呢 也可以用 就可以比例稍微大一点 那大概呢 目测就差不多有一升 就可以加个十几滴 看得加就行了 这个东西它不烧花 这个东西不烧花 它不是什么肥力 稍微用手一个了 就行 无毒 然后呢 给这个稍微来一点 之前也给它加过101了 你看了吗 加了101 它也是慢 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慢性子 就这样给它浇一浇 然后呢 注意自己的通风啊 之前那个花友来的时候 他没事往往上噴 但是它通风不行 就容易把这个给呕烂了 你看咱们这么浇就没事 为啥呢 因为咱们棚里面的通风很好 浇完以后 我建议大家呢 像这种能够存水的这种窝状里边 这种窝状里边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吹 吹起来 好了 现在没啥了 希望花友们对于生肌记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呢 别的没啥 老师老花一 养花最三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托 您 您 您 谢谢大家